我可以真是说 我有一个群 都是我们互上的 就做上海做音乐的一个群 男女都有吗 纯男的 纯男的 对 就是有点男生宿舍夜聊的意思 对对对 一点压力没有 就在里面放松 特别开心 2021年大瓜不断 而且都是因为女人而到地 自都美竹爆关无意烦后 一家家宽没相继表态 私德不凶 人生必难行 稳志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流量明星也不厉害 万万想不到 这边吴亦凡还没有彻底倒台 霍尊这边无视警告 再度顶风作汗 没错 火风的亲儿子 2014年一举卷珠连火遍全国 一向犀利的金星 对他好评如潮 表示国内有如此优美声线的锦三人 李玉刚 周深 霍尊 然而几年过去了 迎接他的并非星途璀璨 而是人设崩塌 事情要从8月9号晚9点说起 沉落在社交平台 官宣恋情 并爱的霍尊 不少老粉都知道他的存在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官宣了 谁曾想这个官宣只是单方面的 整整一天的时间 霍尊毫无表示 8月10号 沉落再度发文 说了一句 时间会偷走一切 也会让一个人变得如此陌生 顺便抱了一个大瓜 给了机会你不真心 那就别怪我不给面子了 不得不说 沉落这篇小作本 文笔相当了得 不会是高材生 当然 总结下来便是 他与霍尊相识于2012年 那时候他一无所有 但沉落依旧爱上他 也有坚定的粉丝表示 火峰的儿子怎么会没钱呢 这一点毋庸置疑 霍尊之前一直跟着妈妈 而火峰也是在离婚之后 才活起来的 沉落给自己安排了一个 响亮亮的称呼 恋爱脑 为了配得上霍尊 他拼命 他拼了命的练习舞蹈 一直跳到了国家二级演员 团里最年轻的 副高级教授之称 不过为了霍尊的事业 他还是辞去 放弃了事业 2017年 某狗仔拍到了两人 沉落以为 他终于守得云开见月饼 却没想到 霍尊要求沉落 删官跟他有关的所有信息 互相取关 终于在这一刻 沉落发现 眼前这个男人太陌生 随即引发的便是 霍尊粉丝不断的王霸 用世上罪恶毒的词语 大骂他 那么霍尊 为什么不愿意公开呢 原来霍尊一边带着沉落 去看婚房 看钻戒 一边却不停地约着女孩 甚至和朋友们策划 如何才能逼沉落主动提出分手 我今时今日的地位 还能跟他在一起 已经是对他的恩色了 当然不止于此 两人的共同好友 终于看不下去 将一些忽惠不堪的聊天记录 发给了沉落 面对沉落的质问 霍尊只回了三个字 开个价 沉落开出900万的价格 他认为霍尊不会答应 没想到霍尊竟然答应了 还有他立马签订协议 可下一刻 无袖波式操作来袭 沉落被恐吓胁迫 霍尊身边所谓的律师告诉他 沉落这是敲诈 是要做十年劳大 当然了 还是有粉丝坚持地认为 他们的哥哥最委屈 8月11号下午 霍尊发了一篇小学生作本 简单给大家翻译一下 如图所示 是不是很好笑 随后沉落点赞了 陶白白的一段录音 陶白白是一个新作网红博主 之前连麦的时候 曾有一位女子前来爆料 曾娱乐圈中一名处女作 外形跟仙人一样的男歌手 曾透露想要跟女朋友分手 虽然知道自己或许会后悔 但这个女朋友实在太没意思 折香儿歌手更是表示 自己想要多谈几段恋爱 这段长达20分钟的录音曝光后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位歌手疑似获尊 7月13号 陈露再度晒出聊天记录 内容简直不堪入目 难怪之前某节目上 获尊曾表示自己有一个群 里面全部是男性朋友 想说什么说什么很快的 隔壁的男艺人一脸 我懂得表情 现在想来简直是细思极口 除了那些不尊重女性的话 还有那句一个无才的绣花枕头 也被网友发出疑似暗指网员 2018年 两人曾同时上榜音乐榜 获尊只得了一个年度最佳 视听量大奖 而最佳原创歌手则颁给了王源 但随后没多久 陈露便删除了这条微博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至于获尊私下人品如何 还真不好说 但是从王刚给出的两字评价可见一斑 某综艺节目中 霍尊演出完毕后 身边的小湘玉等人 对着霍尊那叫一个夸 仔细一瞧 嘿 原来火风老师正坐在隔壁 唯独王刚老师丝毫不在意 表示他这么年轻 如此之大牌 注意大牌两个字 确实 以霍尊今时今日的地位 能来参加节目 已经是对他们的恩赐了 身边人立即补充 他有自己的风格 王刚老师则一脸认真的回答 他不是装大牌 而火风则一脸得意止不住的点头 还是郭德庚看不下去 可以了可以了 从这两个字中可以看出 王刚老师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 霍尊认为自己的地位不凡 陈璐自然是已经配不上他了 再来看事情发酵后的一系列反应 据悉 有相关的综艺已经将霍尊视频下架 不是怕影响不好 就像霍尊说的那样 看不上这档综艺 因为会让他变得更浓 虽说从根本上与吴亦凡有所区别 但平行不端总会受到影响 对此 观众老爷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参与讨论 我是传奇君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